六 七 八 三 二 四 一哥 一哥 你拍子好像算错哦 他在当时我算错 我的三 三 奥运金牌举重选手郭幸存与艺人许杰辉 与国民健康署合作 演出失智友善的宣导为电影 两人幽默逗趣的演出 带出了罹患失智症可能出现的症状 令人印象深刻 呼吁家人不要忽略这些警讯 及早就医不耽误 另外影片中也推广失智友善的观念 我们现在来练肌肉啦 好吧 那我们把亚铃举起来吧 好 亚铃喔 亚铃 我的亚铃先给你拖一拖 我的亚铃 一哥 怎么跑来啦 这样快穿包 赶快去 赶快去 我的亚铃举 这样子 教练啊 不然我去打我喝口水啦 等我一下啦 好 这我说要切 对 亚铃 亚铃在这里啦 我赤都没有啦 好 好 现在切这个要做什么 要来长肌肉啊 那在微电影的亦哥 有这个在热身的时候数错拍子这个问题 就是判断减弱的这个征兆 对 那把亚铃放在冰箱 是物品错置的一个 征兆 对 然后还有在对于自己熟悉的这种运动 感到困难 这就是一个就是不再生认的这个警示 那其实有这些征兆 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他 就是急倒的去 到医院这样去做一个 请医师做一个诊断 看到大家这么热情 就知道大家也很关心关于这个 失智问题的 大家真的要共同的多一点的来关心 这样 那刚刚我们影片里面 或者是我们前面 很多的这些讲解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我其实这次合作 我比较跟他们在沟通的过程 我比较强调是说 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的病患 那第一个不要认为说 怎么有这个病我没有 然后感觉不好意思 不用 就真的好好的去就医就好 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那第二个是 家人友善的共同陪伴 比方说他如果做错什么事情 然后请不要对他 有一个不好的表情 我模仿给你们看 就是老师 对这样子的患者 不要有不好的表情 所以他一直在挫败 一直在挫败 我觉得会加深他的病情 可不可以友善 或者是更有技巧的跟他互动 那当然可以远离一些危险 或者是问题 所以我在这一次的这个 微电影里面 有特别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友善的对待 那其实 我还蛮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他有发现到我的一些不安跟那种放不开的感觉 对所以他一直都会来引导我 然后指导我 然后就是让我可以比较放开的去去演 对 然后其实我也很感谢结合老师 其实他的精湛的演出 大家刚刚也看到这样影片 其实你会非常的深刻记在脑海中 其实师资真的有哪一些征兆 是从他的演技里面 就是可以就是很清楚的烙印在自己的那个脑海中 对 我第一次跟郭静淳见面的时候 我们是去开会 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 很友善的有握手这样 但是我心里怕怕 我心里说他那娘有力 他手不知道把我抖下去会怎样 可是我跟他一握手 我整个人眼泪就快掉下来了 就是感动 人家那个练举重练到 我们如果说手上有长茧是一颗一颗的 他是练到长一片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哇这个女孩子长得漂漂亮亮的 要吃多少苦 才可以有练出这样的成就 不好意思我刚刚是前一趴要讲这一个 我就忘记了 你可以原谅我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接下来来讲这个就是 我们寻求协助 好 那么其实各地的共造中心 都可以得到一些协助 最主要是 如果我们家里有人 有这种状况的话 是到各大医院的精神内科 或者是精神科去求助求诊 我们大家 如果去掛号 我们要掛到处理 我们不能够掛 这样 郭信纯与许杰辉很开心合作演出为电影 互夸对方敬业又专业 而为了加深民众对于失智症的认识 国舰署也安排举重女神郭信纯现场停举 失智症十大警讯的举重 因为我们应该从来没有看过 姓纯举这样的举重 这个举重多重啊 对他来说一定是一块小饼干 一块饼干续而已 不是不只是一块小饼干 好接着我们请姓纯就位了吗 可以了吗热身好了 好 我们大家一起取三二一好不好 三二一我们给他加油鼓励 三二一请举起 认识失智掌握健康 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健康金牌选手 卫福部政务次长王毕胜 与国民健康署署长吴钊军 及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 也共同出席这场失智友善的 微电影发表活动 希望透过影片的宣导 让民众对于失智症有正确的认识 做自己的健康金牌选手 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一些老人 他就有的时候他平常不是这样 可是他现在疑心病病很重 通常我们都说那老房间 那没关系 那老房间那不要插不住就好 其实这些都是警讯 比如说他平常以前 他不会很多疑 他现在会说 我东西没什么 你把我投下来 怀疑家人偷他东西 或者什么 这些都是很明显 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去忽略他 另外就是这个记忆衰退 有时候我们讲说老都记得比较坏 可是有时候我们要去注意他的程度 就是说他以前好像有时候会稍微忘记一点事情 可是怎么忽然之间好像差很多 怎么连东西摆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常一起生活的人 才会去注意到 比如说他平常只是说 哎呦 这个人说没问题 有时候数字记不住 可是他连就像刚刚连雅铃 都会放错地方 都不记得我什么 我在一二三算到四的时候 四讲不出来 像这些都是生活上我们会去注意到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我想这样是提出这些例子 让大家更容易去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个症状 我想这个前台湾包括我们的有三人的一个商家 那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那今年老爺学后呼吁的是希望大家在一起 那我们能够可以做的更多 所以我们在实质的工作中心 目前全国部件大概有110几个 那么我们的市集据点大概有500多个 那我们的所谓的营养中心 社区的营养中心 目前在最后十个 那希望说我们这样的逐步拓展 能够让整个我们台湾的话 未来对于市制者能够更认识 那也希望透由今天的所谓的记者会 能够这样的维建年 提高民众的健康势能 也能够提醒民众 大家对于市制的一个认识 国件署也指出 台湾市制镇资源建制至今已超过十年 长照2.0计划已纳入50岁以上市制者 提供各项服务与协助 希望大众能关注市制者与照顾者的处境 共同营造关怀包容的市制友善环境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